以烯的其他特性,它是植物基础中唯一一个气态的形式,那以烯的物质很特殊,它可以溶于水没有错,可是它更容易溶于脂肪,所以它很难溶于水,然后用水运输,所以它通常怎么运输呢?气体扩散,它很难,因为我们植物中也没什么脂肪在流动,那水它又比较难溶于水,以烯比较容易溶于脂肪,它靠气体扩散,那这边有个特性很特殊,植物如果环境中氧气浓度高,会促进以烯形成, 如果二氧化氧气浓度高,会抑制乙气的形成,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让植物的水果熟成的话,你还要有氧气进去,要有氧它才会分泌乙气,所以仓储液知道这个性质之后,如果你这个仓储液是专门在处理蔬果的,会有特殊的产房,它会有低氧跟高二氧化氧的处理,低温高二氧化氧低氧气,会减少蔬果产生乙气,来减少果汁的推手,会让农场比保留的时间更久欧, 好,那多少浓度的乙气会产生胜利之后,一公升中有一个耐生,10的-9次方,哇塞,太低了吧,一间间的浓度就有效果,那一颗成熟的苹果,可以产生多少浓度的乙气呢,每公升,2500为生,所以2500为生是多少的耐生啊,我们做个计算,2500就是2.5乘10的3次方,可是它是Michael,所以再乘3次方,就是2.5乘10的6次方,我的天儿啊, 也就是说,如果要10的-9,你就有效果,我产生的浓度是这个最低浓度的2.5乘10的6次方贝,你就知道一颗苹果产生乙气的量多少了,最少那句老话,一颗熟苹果让一蓝水果熟成,没有压抑,一颗苹果可以让一整蓝苹果熟成,这是一整个房间的水果熟成,这是乙气的特性, 好,那我们接下来补充其他的特性,一般教会说比较不会提的,如果今天植物发生逆境了,比如说刚刚看,也可能会产生乙气,乙气在逆境下也会作用的,通常是指,乙气的时候,根部发在水面缺氧,一旦你一缺氧,跟了皮层就分泌乙气,乙气会让植物的精产生不定根,这个不定根不是为了吸水哦,已经淹水了,是为了让你的精往上长出不定根,从空气中吸收氧气,让下面的根可以行有氧不息,不然 会缺氧自行,所以这个不定根是为了吸收氧,好,让精的结尖拉长,是因为不要让精泡在水面,精长高一点,脱离水面,而有机会接收到空气中的氧,另外泡在水面的构造会形成通气组织,通气组织就是只有泡在水下的精或是根,引发了,因为乙气引发了细胞凋亡,细胞凋亡死掉了,留下了空间就形成通气组织,通气组织可以处成空气,也可以从地上部的空气运输到地下部,让地下部有氧气可以行有氧活性, 而不至于缺拔ATP而死亡,不然根会泡烂,根泡烂就是因为缺氧,而无法吸收氧呼吸,而没有ATP就死了,就烂了,好,以上就是乙烯的其他特性,它在淹水逆进时会有这些效果,来增加植物的存活率,好,以上是乙烯的特性的说明,